你能想像百元理髮店 開幕時不僅有千萬超跑駐鎮 還有暴魯辣妹以及敲鑼打鼓的盛大牌場 作風高調的老闆只是個高中畢業 年僅30歲的年輕人 新竹崛起酒園內連開9間美髮快檢店 年收入高達2000萬 成了美髮界的傳奇 2023年7月卻金船無預警倒閉 不只所有民眾手中的理髮券變成壁紙 還有不少投資人慘遭被倒在 大家好 這是一個執行長創的創業思維頻道 這一集我們來講講 曾經是問題少年飆車仔的成林 從眾人眼中的壞兒子 立志不讓家人失望 走向美髮業學習一技之長 在新竹連開9間美髮快檢店 建立自己的事業 本來是浪子回頭的年輕人創業傳奇故事 卻一夕之間變得掉 擺地美髮金船倒閉 消費者擔心手中 剪法跟沒法券變成壁紙 這一集我們來談談現代人創業 有哪些自己都看不到的隱藏危機 從顧問的角度看事業坍塌前的幾大徵兆 高中畢業30歲的成林學歷不高 國中時就比較叛逆且個性較衝 不僅曾無照加入飆車組的車隊 還會幫同學出頭 還常帶著一群人出去幹架 有一次帶隊把對方的眼睛打傷了 甚至差點弄下對方 後來他向對方家長道歉 並賠了5萬元 父母非常頭痛 生怕這個問題少年長大後 未來變成流氓 少年成林有過棒球選手夢 165公分51公斤 身材略顯擔保的成林還有氣胸 國中時還企圖報名棒球槍拳西苑中學的棒球隊 結果第一關就被教練嫌隙太矮小 直接被教練打槍 失去夢想的成林每天翹課在家裡睡覺 過著熔流連的生活 直到被鄰居小孩牽托 說文森是成林帶他去的 鄰居家長登門心思問罪 媽媽當場三男淚流 那時才驚覺媽媽有了白髮 還老淚縱橫 為了不想再讓父母傷心 成林決定重回校園 開始學做美髮 也因此高中選擇了男生較少就讀的美髮科 班上原本有20多個男同學 到最後畢業時只剩他一個男生 因為美髮這個行業真的很累 出路又窄 在學校跟髮廊採取見教關係下 成林15歲那年就到了曼都去當學徒 幫人洗頭剪髮 冬天洗到手指破皮也不甘寒痛 擦了藥就咬牙硬沉 但賺錢只夠自己花用 當時就讓他苦思如何突破當美髮師的困境 因此他開始閱讀大量的雜誌 學習別人如何賺錢創業 成林到了20歲服兵役的年紀 體檢時意外發現自己有氣胸 不用當兵 沒事閒閒在家讓成林心腹氣躁 但又想開創自己的事業 為了讓家人不用再替他擔心 成林到快剪店去學快剪的技術 學會5分鐘到10分鐘剪一顆頭 每個月賺了近5萬元的薪水 因此2012年他決定與朋友合股 在新竹市東區的社區創業 開了自己第一間百元快剪店 只是開了第一家店 並不如成林想像中的簡單 因為前三年都在苦撐 他開幕第一天只剪了8個人 賺進了800元 後來雖然業績稍好些 但合夥人見業績仍然拉不起來 兩個月就退股了 他和女友只好吃下合夥人的股份硬撐 成林說前三年的業績一直都很不好 一個月只做5萬多 扣除房租4萬多 只能剩1萬元過火 最後他與女友只能去便利商店買麵包吃 也讓他想不透認真為何無法成功的道理 後來只能想辦法突破 鏟蛋經營三年後 有一次有一個客人無心的建議 說你有好的技術也要廣告行銷一下 讓大家認識你們 成林聽了之後 就開始成為美法界首例 下了網路廣告 他用手機拍了幾張照片 上傳廣告的平台 結果隔天效果就出現了 營業額暴增 從一天20個人變成40個人 而且業績暴漲 讓他與女友忙翻了天 吃到甜頭的成林發現成功的流量密碼 並找來自己的拍攝團隊 錄製自己的減燙燃技術 有時也會想些搞笑的題材 投入廣告吸引更多的人 對他們的髮廊有所注意 而這個策略正巧也打中消費者的心 美法店的生意開始火紅 就迅速從第一家店開到第九家 讓許多同學跟師長驚訝不已 成林說我們是做與美有關的行業 因此每次開店他一定都弄得有聲有色 讓別人認識 才能深入人心 自然就有客群被吸引上門 成林永遠記得第一天 只剪了八個人的頭髮 賺近八百元 讓他反思如何增加自己店面的曝光度 因此他開始搞怪行銷 找來辣妹幫忙撿 沒想到一炮而紅 讓他快捷店的生意扶搖直上 甚至九年就開了九家店 營收上看兩千萬 成林把特斯拉發機的故事看了一遍又一遍 學習成功人士如何走向正確的路 而且過往糾團去打群架的做法 也讓他摸索出一套在美法界的生存之道 他必須把所有的美法師 材料 人才訓練 跟挑選店面 都要做到最完美 讓所有分店的美法師 每天都可以剪到五十個頭髮 這樣就能幫每個員工 賺到夢幻的心神神智 這也是他的責任 成林創立的擺地美法 在新竹縣市美法界 是一支另類的快捷連鎖店 成林說 我就是以百元中的皇帝發想 要成為快捷界的霸主 這就是他的目標 成林發下豪雨 要在台北市開一間頂級美法沙龍 進駐台北的美法界 在歷練中 他領悟了名氣跟聲量的紅利 開始著魔的擴大話題 不斷搞噱頭引起注意 超跑開幕 暴魯辣妹 把店面經營得瘋瘋活活的 直到2023年6月 開始陸續爆出惡意倒閉的新聞 這個百元快捷的帝王夢 似乎走到了盡頭 百地美法曾在9年內開了9家店 營收上看2000萬 不過今年3月已經剩下5家分店了 到了6月份剩下的5家門市 也陸續關門 不少消費者手中 預購的減法券全部變成廢紙 無處可以退廢 有受害者大罵 業者5月份還大打買食送食的促銷 簡直就是詐欺的行為 上百名受害者求助消保官 市府表示會找業者出面召開協調會 接下來新竹市消費者服務中心 調閱該公司與負責人的財稅資料 發現所得收入與存款資料幾乎為零 加上員工反應業者欠行 包括4、5月的薪水都還沒有拿到 直到6月20發薪日也沒有入帳 基本上可以確定剩下的門市 也已經全部團滅了 在連環爆出這些負面事件之後 負責人陳琳身影 不出面說明 除了民眾手中持有一大碟禮巴券 找不到店撿頭髮 損失數千到數萬元不等外 開始有投資人跳出來 爆出擺地沒法陳琳違法吸金 數十名受害人 累積損失的金額超過上億元 在全人之一的J先生表示 陳琳利用高投報的投資吸引大家參與 他們一開始也半信半疑 所以只拿出幾萬元來試試水溫 陳琳也都有依約返還利息 所以雙方慢慢建立起信任 陳琳提出的投資需求越來越密集 金額也越來越大 後來陳琳開始不斷在爆料公社被開副本 對話紀錄也被公開 內容看起來符合龐氏騙局的套路 上網爆料陳琳吸金手法 希望提醒其他人的受害者 反被陳琳提告妨礙名譽 不僅如此 其中還有些受害人向法院提出 兩千萬本票裁定訴訟確立 結果陳琳盡找律師來抗告 但最後陳琳因為繳不出18萬8的裁判費 而被法院駁回 總結就是擺地美法跟創辦人陳琳 目前面臨著嚴重的經營困境 包括負債的問題 本業基本上已經無力經營下去 投資人索賠 消費者票券後續的糾紛 勞資欠薪的糾紛 法律訴訟以及品牌形象崩潰等 在以上信用破產下 也難有救命的資金趕進場 客觀地說這個品牌已經走到了絕對的死局 第一階段負責人會開始發現支出比收入多 現金流不足開始不斷地燒老本 這個時候如果還有點粉錢的老闆 暫時還有掙扎的時間 第二階段企業開始擴大促銷換取現金 其中更危險的就是販售未來性的票券 例如餐券、現金券、預先購買課程 就是先收取未來的成本和獲利 利用折扣、引誘、消費者貪小便宜 透過販賣空販的票券提前變現 在這個時候是格外的危險 因為現金流出了問題的公司 提前販賣未來的收入 拿到的錢也是馬上解決現在的問題 現在就是把未來的成本連利潤都已經花掉了 未來客人要兌現的時候 只會更惡性循環去加速死亡 第三階段企業開始會有更明顯的招募投資動作 這個時候唯有更多的錢才有辦法補前面的洞 如果開出不合理的投報率或利息 基本上這家公司已經很難翻身了 你圖的是他的利息 他圖的是你的本金 你的利息可能拿不回30% 本金就已經圖了100%給對方了 以上這三個徵兆 基本上都是企業在崩塌的過程中 都可以發現我所描述的現象 在暴雷前 只要你仔細的觀察 都可以避開這個劫難 以執行長創的經驗 陳寧只是創業遇到困難 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畢竟以他的年紀跟學經歷 很多是靠摸所來的 白手起家的人很多 但陳寧顯然是歷練不足 但企圖心十分旺盛的經營者 想做好一件事讓家人驕傲 又可以讓自己長長久久的風光 但他的學經歷又沒有經營管理的背景 明明現金流是不足夠的 支出遠大於收入 卻只能靠販賣未來去填補現在 最後就會變成欺騙 事實上我相信這些資金 大多數都是用來填補虧損的洞 跟很多貴婦惡意吸睛到國外享樂的情況 是不一樣的 從陳寧的行銷模式 可以看出踏實長到甜頭 開始放大包裝自己 知道用超級跑車跟暴魯辣妹 還會用學生制服妹洗髮的噱頭 加上自己超來的勵志語錄去行銷自己 但管理知識不足下 即便依靠行銷去撐出來的生意也很難持久 畢竟真的沒有人教他完整的經營策略 從以上收集的資訊 也可以看出他都是自己摸索的 光從一個點我們團隊就可以知道 擺地美髮是一個完全靠自己摸索的品牌 如果你要主打百元減髮 那你品牌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一個便宜快速的快時尚品牌 跟高調的跑車跟美女有什麼關聯性 這兩件事是衝突的 整體看起來是台式文化的調調 硬要包裝成巴黎時尚週的風土 本身就是一種機型 最後會變成不倫不類 但沒有一個客觀的聲音在你旁邊告訴你 你會知道你犯了什麼錯嗎 順風的時候豬被吹到天上 都會覺得自己變成老鷹了 但你不知道的是 逆風的時候即便是龍 都只能夠變成蛇 這些道理沒有看過風風雨雨是不會懂的 陳寗的強奴之末 從這個資訊很早就可以看出來了 有民眾表示 我們當初會買是因為 他推銷的時候蠻便宜的 就是買10張送10張 然後才1000塊 等於減一次頭髮只要50元 走到這一步已經可以顯見 這個企業已經瀕臨崩潰 從百元減髮變成只要50元 根本不足以支撐企業經營的成本 已經到了透支未來 祈求活命的境界 客觀的說 擺地沒法的陳寗 財務上應該已經走到了三窮水晶 至於外界所稱的吸金 我覺得陳寗看不見的財務黑洞 才是這一切的真相 到底吸了多少錢 外界上映的指控難免有一些損分 畢竟還能裝的人一定會繼續裝 裝不下去的 你就能看出他的底部了 最後我們來說說受騙者 應該也是被高利潤蒙蔽的雙眼 投資不懂得評估風險 最後資金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我們的團隊顧問不只幫助受資者 我們也有能力幫助投資者 你想知道投資的對象是否可以信任 我們可以評估財報 以及從法院的歷史訴訟調查對方 是否平常就與他人有財務糾紛的風險對象 沒有做好風險控管 被騙錢也只能說剛剛好 如果當初利息跟回報率不夠 你會上當嗎 站在顧問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 前半段是一個年輕人有志氣 出生之賭不畏虎 創業勵志的故事 中間過程呢 是少年得志的老闆 心太大 氣太高 但太過年輕管理經驗不足 這輛司速列車逐步失控了 後半段呢 是亡國錢的掙扎 提前販賣未來便取現金 一邊又用高利息獲取投資人的資金 這兩條繩子 最後會變成吊死企業的繩索 只要使用了這兩條繩子的創業者 最終公司撐不住倒閉後 無情的追殺才要開始 血本無歸的人一定不會散罷甘休 法院跑不完 躲人躲在最後乾脆跑路 名聲也湊了很難再重新開始 特別一提的是 在本期接稿後 我們的團隊有發現 百地美法在7月14號 有兩家分店開始繼續營業了 並在粉專公告表示 對於紛擾的歉意 希望不要波及人要繼續營業的分店與員工 表示百地美法還是有想要面對的正面態度 即便目前的處境的確困難 執行廠創還是希望百地能夠正面的解決問題 度過這個難關 畢竟艱難的創業走到今天 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建議負責人先釐清債務缺口的具體規模 才能決定用何種方法解決 法律問題先看看哪些是借貸 哪些是投資 不管缺口規模有多大 走期法律的流程都有得爭 時間也會拉長 尤其市民室 至少可以爭取時間 讓企業思考如何度過難關 但是消費者購買的券 跟員工的薪資是一定要優先解決的 百地還有兩家分店繼續的營業 這是很好的態度 至少消費者還有地方可以消化這些票券 如果能的話 主動的主張可以退費 公關上是可以先直選 先止住坑殺消費者的輿論 畢竟這部分的金額缺口 對比投資人指控吸金的部分是金額小很多 至於吸金的指控呢 就要看當初有沒有什麼協議或法律的文件 所謂投資 只要往糾紛來走 人又沒有跑 大家法院來爭 那就還有得灰 通常企業顧問在重整一個危機事業 第一個步驟就是通盤了解當前的真實處境 並具體的羅列問題與對策 負責人如果有心解決的話 不妨試著整理危機的數量 以及事情最好的走向與最壞的打算 如果還想拼逆轉 面對就還有機會 除非自己放棄掙扎 不然旁人是殺不死一個基基 還想活下去的企業 很多人遇到困境不敢說 甚至也不知道該跟誰說 明明早些時候可以發現了錯誤 經過顧問客觀的指點筆金 旁觀者輕的角度也許能夠點輕事實 讓迷途者抓住可以逆轉的機會 很多創業者擁有鬥志跟勇氣 最終也成功了 但沒有人告訴你 那個成功可能只是剛好站在風口上 讓你等到了而已 飛起來的豬 往往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飛起來 而飛起來之後就會膨脹 直到氣球消風後才知道一切都是運氣 如果你需要一個客觀的顧問 告訴你一個客觀的事實 也許你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的 假如你肯願意面對 我們是一個很可靠的團隊 可以聽聽你的聲音 在你還有能力逆轉一切的時候 說不定我們能夠幫助你 願意聊聊的話 你可以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與我們誠意的聊聊天 說不定可以找出解決事情的辦法 執行長創自己就是連鎖品牌的負責人 自媒體弄影片是興趣 所以著重在內容 而不刻意強調我們是誰 每集10分鐘的影片不喜歡廢話 直接講重點 我們不賣課程也不搞付費的影片 而是直接把一些有用的想法 跟乾貨都放在影片裡 對你有幫助的話請服用 如果不想錯過這些有用的創業資訊 與更多我的實戰創業故事 請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的更新內容 我是執行長TRUMP 我們下期見